科学是种精神,是种态度,科学的本意就是不迷信任何事物,今天被视为正确的明天可以变成错,正如牛顿见苹果调下来后发现牛顿定律,外因斯坦章之修正,今天,最新版本是苹果调下来乃因恶法,这种容许什么都可被推翻的精神,态度才是科学。 例如打疫苗,很多人做或不做事基于信仰权威多于基于科学。没错,很多人不懂,不懂就自然要靠专家。 可惜不少越读得书多的人,尤其像牙塔女要发表学术文章的越不敢得罪所谓学界权威,否则必无定期。 固然,史上可推倒从来的成功案例极少,毕竟要花极大功夫。 然而,学界,专家那种不敢颠覆甚至不敢批判的态度,却反科学。 传统学说绝对不宜推翻,外因斯坦初发表相对论也信者渺渺。 但如何不盲崇权威,绝对是门考功力的艺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《论》